新斗的打法,太邊機了,還是不太好磨合 就像磨合沒起來 對,現在看一下換Seven之後效果怎麼樣 因為我經常也在跟Seven聊天嘛 貓咪停掉 看一下這邊放了結,說實話結這個版本的一個強度 我覺得是打野不行嗎 但是其他路的話,但是這個英雄上線跟下線都蠻高的 我說實話 判斷卡列,這邊是傑斯魯吉祥都拌掉了,青鋼也 那劍機,劍魔都放在外面 塞拉也放在外面,左翼也放在外面 怎麼說 看一下這邊第一手要來一個什麼英雄 左翼會不會真的一搶啊 像昨天只要放出來左翼都是一搶的 而且勝率也是非常的高 卡馬 這邊還是選擇拉卡馬 看這聽這邊是,如果出左翼的話是中彈來玩還是白尾來玩 應該可能兩個都有練的 因為在這聽裡面他們有一手就中彈大法師要下路射手的這個體系 這個左翼還是出來了,這邊你放我不可能不拿呀 對 搖搖擺一口 左翼劍魔非常的兇 myślę,會不會會不會太開去 比不然呢 如果你們有沒有機會 換個手 跟晒搖擺一口 再次把晒搖擺一口 诶 这么早晾这个东西出来吗 炸弹人 凯颖这个英雄其实最早是Lofa开发出来的 但是这个英雄在手游里面伤害不算特别高 更多是一个卖肉的一个效果在那里 凯颖的话我比较深刻的是阿龙玩过 阿龙玩那一把凯颖还是赢的 但是哪怕赢的也是基本就拿来吸收伤害作用的 就算伤害比较低 但是离那段时间过来 这凯颖这个版本是增强了好多次 就打牌位的时候有遇到过 甚至蓝凯也是那个伤害也可以 但比赛可能还是红凯为主 是的 毕竟红凯的恢复能力现在都会较强一点 还有吸收伤害能力 我当时记得那一把龙哥是前期发育的非常好 进化的非常快 然后那一把是赢下来的 看一下这边剑击也是亮了 剑击建模加左翼 很凶啊这个就用震弹 太强势了 而且这个左翼还能中下摇摆一手 是的 而且很有可能会不会要出一手瞎子 看一下这边如果是打中单的话有可可以出一手瞎子 或者说建模打也要建议上路 然后左翼中单要出射手也可以 是的 摇一摇 摇利还在要不要把摇利拿一下 我觉得JTM可以拿一下摇利说什么 那但是拿了摇利之后就真的非常的贪 左边这个大 卡马加威恩炸弹走中的 卡马加威恩可以打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始终 前中 卡马加威恩不是说不能打 这有点小浪费什么 卡马这英雄如果来来打 对的更多是一个下路放一个能自己玩的英雄 然后卡马能去欧酒吧 这边永恩亮出来了 我们常常的永恩呢 是的 马蚁老师刚刚说 就很考验DY的开图 是的 刚刚马蚁老师说了 就是改变卡马这样子就好像有点浪费了是吧 有点小浪费 但中落确实这个永恩打炸弹人是挺好打的 是的 尤其到五级之后的加疗一游走的情况下 因为这种阵友选出来的这个炸弹人 只能单人挂中路 他没办法说什么辅助来保着炸弹人去清中路线 卡马还是得保一下威恩在下路去压边线的 那这样子万一别人的辅助来中路一游走起来 其实挺好抓死的炸弹人 而且前期的话也不好做事 因为你要保着威恩这条线对吧 上路的话该人打前击也是养大跌嘛 基本上就是 对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凯影这个英雄是有点被左翼克制的 这凯影这个英雄的优势什么 他打团的时候能各种的回复 然后利用穿墙 就因为他穿的CD很短嘛 利用卡墙来躲别人的伤害啊回血啊什么的 但左翼所有技能都跟墙有关系的 你爱贴着墙你就贴 你要墙旁边我更开心 技能更好打你了 看一下对线怎么样吧 进入到比赛画面 看一下Barri的左翼 走走位 他躲掉了卡马尔的强化一技能 这边的话卡尹过来就要反 卡尹这英雄有个好处 真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很快 而且他跟你这样打他是乐意的 但是你卡尹有点吃不消了 卡尹要自己先死了呀 哎再过来 卡尹可以跟对面的打野去换一下 载一下能量但是 没必要打到底吧 没到卡尹 而且你 对啊你前期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剑谱嘛 对不对 你可以利用他蹭一下 他主要是他也没三级啊 没有那个爬墙走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有点 破大了说实话这一波 对如果前期不振完一次 你卡尹还能一直就跟着你这个剑谱去哪里 我去哪里去 先跟你对着拼那个 拼盘然后边 你看这一下上来就有点上头了 他是觉得可以杀的掉吗 不可能 前期的伤害跟剑谱比起来不是一个概念 对啊那这样子滑上去真的是 没有道理 这样打呢你跟那种就是爆发高 持续作战能力不强的那些英雄打还能打一打 像什么瞎子啊那种些 看也是可以跟他去召唤的 但剑谱的话就属于前期的魔战狠来了 这里反手逃脱了两个 所以隧道了 逼了个闪 好难 听见节奏最近很好 那这边就是把所有的宝都压在VN身上了 我觉得 压VN身上 关键是左边这边也没什么开短点 都是主化 是的 这些 看一下 还要打吗 这边旁边回撑 不回了 这是过程的 上路这个塔也 拿这个剑谨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过来趁一下能量 然后 是一堵石头人 是一堵石头人 真的零控制 甚至这一下没打到 这个能量没蹭到 很急 下路要输包了 来了过来 直接睡睡得很准 不要被睡住 这边没了 这边没了 VN 哇 还有飞心 山刀 加尼要换掉了 但是无伤大雅 这边的话 塔下陷阱一打二 杀掉了 这 还引刀子倒地 裂开了 被别人下路月塔 VN死了 加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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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关系 他可能想利用在空中 规避一下防御塔的伤害 但是 没算好那个 那个点吧 是的 那他如果真的飞到空中的话 是可以免疫一下伤害的 但是也没关系 我送给他马一个头 无所谓的 无伤大 这个选 选勇恩其实也是比较舒服 为什么 一个是对线舒服 对炸弹随便队 另外一个是 如果左一隧道员的话 永恩可以 起码 他那个大招很好中 对的 就隧道了 在打马 哦 这三台 这VN也受不住了 顶不住了 对线对不了 然后这边又来四包二 喜欢VN是吧 而且这里还带了一个 相当于超级兵的凯影要过来 看都不敢看 这个龙还没刷 这个龙还没刷 这下塔可能要被拆掉了 根本打不了 这个 主要是你凯影的话 也是需要一点翻育的一个时间的 而且你没有过能量没变身之前 我又回到了这里 看一下 要打 还敢打吗 诶 是吗 诶 可以 这边卡尼没死了 这波可以 可以的 但这里还要回来吗 而且这 这是直接被奴登在伤害给弹死了 对 这还要接连躲过来干什么 对啊 这只是干嘛呀 下塔要拆掉了 只要是这一波 我觉得应该能想到 诶 这里的话大刀中的很准 这里还有个框队 被杀掉 赶紧走了也打残 哇 其实他也能想到 左翼肯定还会拉一个飞行 而且应该能想到有炉登的呀 那个地方一弹肯定死的 对啊 可能打的时候没注意到那么多 他觉得前面有人能挺一点 不然 伤害不够吧 但是也不可能呀 这没到你 打两套 打马被打残 能有封的 来了 直接这波 炸弹是没有双招的 这波直接被打了个 发展飞行一拉 直接秒了 barry 很准呀 这个飞行拉的 而且这种斜角度拉飞行 其实是比正面这样冲过去拉飞行的难度比较高 又杀掉了 哇 这个卓耶 这个卓耶 可以 好准 这样的话 把双资源全部被进行控下来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是我们看到 杀战人在打比赛的时候 一般是出这个女神类的 但是就不出没办法呀 因为感觉后面自家的蓝buff 应该是控不住的 只能靠自己来自给自足了 这怎么看 呃 盖伦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招影 10分钟能不能进化 咱们就说一下 开玩耍打点能量 但是发现了 这打能量是要有 产生血量 的代价的 反正卡瑪是没法去帮着盖伦 然后开车 两个拿着剑锋没办法 剑锋没办法 来了 欧阳开大招 家疗来了 闪底 草棚的两个来了 这边飞行拉住 再隧道 杀了 这边是A的杀了 伤害不够 乱了乱了乱了 这现在才八分钟已经拉开快一万的经济差了 这边盖伦估计也很难走得掉了 盖魔连着 爱影的话 把他拉到外面 这个看一下很脆的 这一把黑切 这边还死 又杀了 直接裂开了吧 喜欢 真的喜欢打 不单指微音的问题 这开影 想玩开影 你得线上选一些控制多一点 然后好带节奏 他就配合下去 对的 这边又睡到了 一个飞行拉 感觉清线都已经很勉强了 这局的大招 基本就没有空过 现在这个鬼眼伤害开始 出发这个破败的伤害 这个凯影 这个永恋影基本就吊死了 中路又秒了 直接单吃 鬼一样现在就是 他见机嘛 他感觉有点杀不了 边盖魔马上赶过来了 家疗大招落下来 保一保 这个凯影往哪里跑呢 大招先给 他见机身上 这次瞬间要跑 他见机啊 这个凯影 这个凯影没蓝的 但是我挺大夫 无所谓 打到现在啊 第二个先锋 还没抓 但这个星体已经里面 有点太多了 总的一个人 拿 只能三个人 把这个威人又打掉 还能再砍一个,还能再打,追攻击起来,三发 这里隧到了凯野 凯野直接死掉了 但是后续的话,这里可能要打一个团灭了 凯伦,能走吗?想点果子走,要一起进来玩 刀,两刀,第三刀,产线躲掉 他这里有位移可以出去的 能收掉吗? 冰不上床 这边闪一觉了,可以收掉 不行啊,这回血 可以,还是来了,卡吗? 可以的 这左翼这个英雄啊,虽然是牌位也强势,但是没有这么变态嘛 但在比赛里面确实嘛 来了,新雄杀掉 有先手控,永恩的这个控制也太好些了 这边,还想打先锋 还是没打不了 还想再强吗? 这左翼这个英雄,只要从5分钟开始,他就可以完全付出钱 然后一直在弹破格的消化能力还这么强 这英雄是该调整一下 完全,他不像端游 端游其实因为他 他每一波资源中间有大量的时间 让你什么装单去编布去 去什么 要打钱啊,刷钱,把装备刷起来 还有残害 只要暴起盘弹,你看这个残害 看不懂 即利! 仲虎涝 虎涝 相云 还难受 基本上就是行 now 背景 espero 直接 6比21 现在才12分钟 中路的对决都快拉开一倍的一个经济卡了 这炸弹人这局玩的特别难受 然后真的你没有辅助在保的 炸弹人真的见到这个左翼就是没有双招就得死 这些特别难受 又来了硬金 又加大了吧 可以加大呀 不用加 直接杀 自己还没大招的 左翼来了 看到炸弹 就可以跳 基本上 这边是快要2万的经济差了 隧道了 隧道了 哇 這邊又睡到一個蓋倫 電梯直接開大來砍了 隨便戳 好 看到誰都得跑 高地馬掉破了 好 高地先破 然後三角兩路的兵線浪漫帶進來 又睡到了 直接一個睡這個卡馬就已經沒血了 這已經是要死了 直接一個睡就快沒血了 睡到了 然後A一下感覺都得死了 一個感覺 這個 這個 直接開大 哦 這下沒睡到 睡到的炸彈梗 是 是的 哇 這永恩大了兩個 被人又打 被反常 換掉了 沒機會了這些感覺被折彈加了 飛行拉一下 行 幹什麼 千萬難熱 沒可能會在操場 来看一下这把,这把真的是很舒服呀,这左翼爽绝 然后看一下第二把火牙兵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吧,对吧 阵容的选择上面还有打法上面就是你选了这个阵容对吧,像第一波我觉得掉点就有点没道理的,像凯影你选的出来之后你直接二级三级都没有,直接去对面也缺浪了一套,然后直接死掉了 而且其实当时也是知道是肯定不太可能杀的掉嘛,对不对 对,来看一下这边伤害面板,哇这把永恩打了两万三千多的伤害,跟这个左翼是差不多了,甚至比左翼还要多一点点 对 表示左边之中又没有什么控制,然后永恩发育起来,我看到谁都能往前戳一下,这伤害就拉得很满 现在吧,我觉得我要为这边,无论是从阵容还是说一个打法上面啊,都要有所调整一下会更加好一点点 等一下,这把的一个MVP是给了决定的叛老汉啊,这手永恩 这主要是这一把永恩太好发挥了是吧 打炸弹人,中路对炸弹人太舒服了,本来就没有压力 打起下来还有一手左翼啊,睡到了之后看情况想大上去找机会直接大上去就可以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被隧道对吧,你正常里讲的话,都有会挡的情况下,这时候永恩可以直接一个大过去 是我们也应该藏的ders разные 就是行者 站出来 mile 這麼大的 手 唯 spezie